2024年7月26日 四川穗宁广德又出现三个太阳 你们看了三个太阳哦 我的天哪三个太阳 哇 看到没三个太阳今天 中国古人认为太阳象征人间的君王 汉代尾书春秋感经浮记载 三纲之义日为君月为晨也 因此和太阳相关的意象与当权者息息相关 如果天上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太阳 意味着即将发生更大的灾祸 与照着君王被替换 王朝被颠覆 兵荒饥荒天下大乱 唐朝太史兼渠谈西达 在开元年间主持编转的占星术书 开元战经 整理中国很多有关占星术天文学的资料 关于换日的记载如下 开元战经 卷六日战二日并出 春秋运斗书曰 主若公喉狡猾 其莫能框 择日并照 和图曰 日不照 月不消 山土全 火烧林 荆州战曰 两日一上出 天下有灾 下已两日亡 尚书考灵要曰 却帝之王 三日并照 晋阳春秋曰 建武元年 三日并出 官台令使建章曰 天下其三分乎 乌贤曰 三日并建于房心下 不出一年 天下至 有列地为三周者 经史曰 三日并出 大臣争夺王政 又曰三日并出 不出三巡 诸侯争为王 小经内记曰 三日并出者 国君必亡其位 有人在前后宫中同 人君即亡也 京州战约 三日并出 其国有灭诸侯 有王帝空义 河水大出 不择其年大兵并大丧 春秋伟约 三日并出 天子出 又曰 数日并出 梁主争 唐代理 春风的 以四战也说 众日并建 天下裂分 百官各社 法灵不一 王者并出 言天子多也 你们看到三个太阳 我的天 三个太阳 看到没 三个太阳 今天 哎呦我的天 我这简直是个啥子 真 这两个吗 三个 还有个大呢 三个太阳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太阳 啊